北京时间8月28日凌晨 吉诺比利在推特上写道 今天我白敢交集 我要宣布的是 我从篮球界退役了 对过去的23年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所有人 都充满着强烈而真诚的感激家人 朋友 队友 教练 工作人员 这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比我做过的最疯狂的梦还要美妙 在此之前 吉诺比利曾多次表达有过退役的打算 他迟迟没有给出自己的选择 虽然他和马次的两年500万合同 还有一年没有执行 但吉诺比利已经做好了准备 几天前 沃纳罗斯基透露了吉诺比利强烈考虑退役的消息 而马次主帅波波维奇 伊里克从欧洲度假中动生达回圣安东尼奥 与吉诺比利商谈未来的事宜 吉诺比利出生于埃根廷的巴西亚布兰卡 他在欧洲篮坛度过 2002年以前的七年 1999年索伦第57岁 才被马次选中的他 在25岁才登陆NBA 选择了20号球衣 而加入马次之后 经过了不长时间的磨合 吉诺比利迅速融入了波波维奇的体系中 并成为战术中的重要环节 他和登肯以及帕克组成的GDP组合 也是联盟历史上最出名的三人族 吉诺比利神生涯 一共拿下了四座总冠军 在2005和2011年入选了全明星 并两次进入联盟第三阵容 此外 在2008年 吉诺比利还荣获了年度最佳第六人荣誉 整个生涯 他都在马次效力 一共1057场 其中首发349场 场均25.4分钟 拿下13.3分3.5篮板38助攻 继后再则出场218次 首发53场 在27.9分钟里 拿下14分4篮板38助攻 在国际篮球中 吉诺比利也有着极高的威望 这是因为他带领了二根平队 在2004年 击败孟之队获得雅典奥运会的金牌 而在2002年 埃根廷也击败了美国队 最后拿到银牌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埃根廷最终获得铜牌 谢谢你叫我如何在场那场爱都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选手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拉球运动会永远想念你 也会永远记得你 德章泰默里写道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多么伟大的一个球员 很高兴能够和你交手 享受属于你的伟大 祝贺你 史蒂夫那时 南美传奇 狗基伦布拉写道 只有锦传奇这一个词 才能用来形容马努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路卡东谢奇写道 只和阿特马努基诺比利交手了一个赛季 但是我从小就看他的比赛了 一直很欣赏你的好生心 开尔库兹马写道 一个不可思议的球员 更重要的是 在场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人 马克贝利内里写道 马努 很荣幸能够和你交手 祝贺你拥有一段伟大的职业生涯 你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学习的榜员 金马努锦赢家埃尔霍福 德写道 改变比赛的男人 金左匹克杀手甘吉洛拉塞尔写道 你对伟大的职业生涯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紧传奇 特里斯坦汤普森写道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谢谢你 多罗拉米切尔写道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因为你我才决定 一直做球队的第六人 你的打球风格 天赋 好生心和求生的欲望将被我们永远铭记 对你只有尊重 紧最好的第六人 加马尔克劳福德写道 能够与你对抗是一种荣幸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赢家的定义 鲁迪哥贝尔写道 祝贺未来的名人堂球员 阿特马努基诺比利 退役了 我一直都很向往你的比赛 没有你的比赛就不会是一样的了 扎克拉文写道 史上最佳之一 感谢基诺比利推动篮球这项运动的发展 感谢你向全世界的球员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冠军 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紧名人堂 维德写道 鲁迪斯基则表示 吉诺比利 祝贺你拥有一段精彩的职业生涯 你是伟大的球员 不去的都是 天生的赢家 下一站 名人堂 酷里也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 恭喜你取得了一个美妙的职业生涯 你体现了篮球的意义 你的职业生涯充满激情 充满喜悦 很明显也有总冠军的一路相伴 你是我们的精神偶像